如影随形的噩梦 一直困扰 你们都得死 你别走 你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挥之不去的阴霾 难以解脱的愧疚 是宗主啊 一切都是他在狗鬼 来宝月 给我走 别走 你走我走 头发栏目剧周末重剧场 死亡名单上集正在播出 猪断 太子 他根据了 胡锏 后Press 长 他只能一来顺手 对了 你要我怎么走 我都答应了你 法医说是吸完毒以后 可能产生幻觉才会出玩 为了得到有钱的董卓 不惜又是小名吸毒 不是太想快点得到董卓 不让钱人受了一个局 越是低手不愣 越是说明了问题 forbidden 你醒了 小云 我求求 我求求你原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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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故意的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我要你陪我 大半夜的你干什么呢 没事 做噩梦了 我去洗个脸 你先睡吧 你去洗个脸 我会死 他在窗户 你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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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唯一 我能够击 你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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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canyon了 你醒了 喂 你好 医生 救救我 医生 你救救我 我看到鬼了 他就在我面前 离我 离我这么近 我真的看见鬼了 医生 你救救我 医生 你救救我呀 孙小姐 你先放松好吗 别紧张 先躺在躺影上吧 集中你的注意力 看着 深呼吸 慢慢闭上你的眼睛 告诉我 你都看到了些什么 我看见了他 他是谁 他是我丈夫的前妻 他怎么了 他死了 我知道这很难让人相信 可是我真的看见他了 我相信你见到了 那他是怎么死的 我不知道 那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我第一次见他 快知道了 走 快知道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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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都去了 date 走 走 走 来 一个人吗 这么漂亮单身姑娘 一个人把自己喝成这样 很容易被那帮臭男人当成猎物 谢谢 对不起 这种对不起多来几次我也五十位 哎 来都来了招什么你走啊 再玩会儿 放开 来这儿玩 跟我假装什么正经的 他叫你放开他 你没听见 这儿没有你事啊 他是我朋友 他是我朋友 别叫大架了 我送你吧 不用了谢谢 你看看你都喝成这样了 你要是再碰到刚才那样的臭男人可怎么办呀 那麻烦你了 没事 你为什么要故意接近他 因为我需要钱 背什么 他 那他对你怎么样 我对付男人 还是有自己的手段的 告诉我 告诉我 安晓云 是怎么死的 是怎么死的 我 我不知道 他 他是自杀的 我 我不知道 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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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我 你 其他 你吸毒 我的货呢 藏藏水没法 我说你最近多给我准备点 你想干什么 咱们最近不要再见面了 你要是找我有事 就微信语音或者视频 也别给我打电话 你什么意思 董卓 他有点起疑心了 你别一直也不知道你想什么 怎么着 盘上的钩汁就想把我一脚踢的 别做梦了 你说什么呢 我心里就只有你 你等着 昨晚有一天 我会让董卓只听我的 让他乖乖消除他所有的残证 刚才的药 你能再给我开点吗 感觉 我尽力 вас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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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员 回来 我不认 夜市 我不认答 老公,你在哪儿? 公司,你还能在哪儿? 你刚才回家了吗? 我上班呢,怎么可能回家? 你怎么了? 没事儿,没事儿 安晓云,安晓云来找我锁命了 你胡说什么? 他真,他真的回来了 你看错了吧 你看啊 这一定是有人在恶作剧 谁能这么干? 你先别慌 在董卓回来之前,把照片处理掉 把门锁换了 换门锁? 估计最有可能干这事的,是陈辉 他和安晓云的关系 拿到安晓云家的门钥匙,不是什么难事儿 那会不会是董卓呀 也有可能,所以让你换锁 如果换了锁,还发生这种怪事儿 那就是董卓干的 不,不会真的是安晓云回来了吧 行了 这世上没有鬼,别自己吓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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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是换走公司吗 别在冒险做那些傻事了 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 你不知道他死得有多惨 不要让他们加倍长 你放心 他们一个都保不了 钱荣来了 你先走 记住 别轻轻毛动 够巧了 是你干的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警告 想报复冲我 报警而单挑 黑道而白道 老子我都陪着你 别冲个娘们使劲 让老子瞧不起你啊 白小林的味道 真的特别棒 来 来了 门锁怎么打不开了 我今天忘带钥匙了 找换索公司给换的 你怎么回事 怎么又喝这么多酒啊 你管不着 别以为接了活你就能管我 我家里的事 他人了 你怎么还要 我家里的事 他她是想被换的 我家里的事 这些人 都不过 我家里的事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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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晓云 我看到安晓云的脸了 他就在我家门口 对 就是现在 你是因为钱 嫁给冬仇 是的 刚安晓云 戒除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发现他有一个 特别有钱的老公 你们离婚吧 再这样下去 你会被他给打死的 后来我知道 原来董卓 一直对安晓云有心结 他认为安晓云从来就没有爱过他 他到底为什么要打你啊 他知道陈辉回来了 陈辉 就是你的初恋男友 他想跟你重归于好 那你是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 我没脸面对他 这话怎么说 他因为我才出了事 可是我却没有等他 而是嫁给了董卓 我还有什么脸去跟他成归于好 既然是他提出来的 那你还有什么好顾虑的 你还爱他吗 我爱他 我也感激他 可是我不能离开董卓 我不能没有钱 你为了钱连命都不要了 你这样下去会被他打死的 你以为我还活着吗 自从被迫嫁给了董卓 我早就是个活死人了 可是现在陈辉不是回来了吗 可是我还是不能跟他在一起 你就是自己为难自己 你抖得这么厉害啊 你抽根烟吧 抽根烟能好受一点 慢一点 你之前真不错 还有吗 还有吗 我把我的给你吧 你又骗他吸毒 只是掺了一点点 为什么要让他吸毒 毒品可以让他快乐 而且 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他 你们 指谁 我 和钱荣 人在毒引发作的时候 什么原则都没有 你让他做什么 他都是肯的 你的朋友怎么还不来 别急啊 就快到了 你你在打电话催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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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云在家吗 真不巧 她不在 我本来是想请她喝一杯的 那她不在就算了 既然来了 就进来坐坐吧 没准她一会就回来 那好呀 你酒量不错 你酒量也不错 来 再喝一杯 你喝多了吧 我就走了 别呀 要是让小云知道 我们有好好招待她的朋友 她会不高兴的 你别这样 要是让小云看见了 她也会不高兴的 她回来又能怎么样 她只能一来顺手 所以 你为了帮助董卓这棵摇钱树 不惜毁掉安小云 我是太想快点得到动作 所以呢 所以 我让钱蓉设了一个局 当天晚上 钱蓉和安小云在宾馆办完事情以后 钱蓉就拿着安小云的手机 给陈辉发了一条消息 把她诱骗到宾馆 后来 董卓在宾馆 把安小云和陈辉逐渐在床 安小云回到家里以后 没过几天 就听说她自杀了 所以最近 你经常看见安小云的鬼魄 来向你索命 这不关我的事 不是我杀她 她是自杀的 她是自杀的 这不关我的事 今天的治疗就到这里吧 你先回去吧 医生 我会死吗 你怕死吗 怕 你先回去吧 回去好好睡一觉 你先回去吧 走 你 你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我走了 你别来 你别过来 你 世宫 女伙伤 不 我 你 听不听 你 听不听 不听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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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你 你干什么鬼鬼祟祟的 还不是怕被你老公发箭 你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面说 钱拿到了吗 咱们得赶快离开这 我觉得你说的对 暗晓云的鬼魂可能回来报仇了 什么意思 你打电话说 你在门镜里看见暗晓云时 我刚才酒吧和陈辉分开 这么短的时间 他不可能跑到你家去假扮暗晓云 所以 不管怎么说 赶快拿了钱 咱们离开这 你吓我一跳 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密码 你试试东卓的生日 试过了不对 暗晓云的生日 我也试过了 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我试一下 不行啊打不开 你的生日 不可能啊 你试试 还是不行 要不然 你试试暗晓云的记日 什么 他是哪天死的 这 这不好吧 快点 开了 怎么了 住在这儿了 暗晓云 你看 是总卓 一切都是他在狗鬼 暗晓云 警察同志 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吗 这里发生病 请你开 谁是安晓云 他是我前妻 他死了 对 自杀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半年前 那保险柜里的一项 是安晓云吗 什么 什么保险柜的一项 这 这个我不知道啊 我家保险柜怎么可能会有一项 说说安晓云是怎么死的吧 他 他是自杀 我当时有法医的验试证明 你也不用紧张 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些事情的经过 半年前的一天 我和平常一样下班回家 小云 在家吗 我们 succes很重要的事 这是真什么 然后 让人 那么 又 לא 安小鱼 女人为什么自杀 她吸毒 法医说是吸完毒以后 可能产生幻觉 才会割腕 这个是从你家厕所里 搜出来的毒品 毒品 那可能是我欠家小鱼 这是刚刚吸毒过 残留下来 你说什么 孙玲 也吸毒 孙玲吸不吸毒 到时候 法医会给我们答案 现在 需要对你也做一个检测 检测我 请你配合 检测完 证实你没事 你就可以走了 不过 暂时不能离开本事 走 董卓 董卓说的事实话 我找到了当时的档案 安小云 确实是死于自杀 不过 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派两个人跟着他 另外 调查死者社会关系那组 进展怎么样 死者手机上最后一个电话 是打给一个陌生的号码 我们的同事根据手机号码 已经查到了那个人 估计再过一会儿 就会有消息了 你要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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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了 你让我做的我都做了 你别再跟着我了 我 错了 你饶了我吧 放过我吧 我 让你做的事都没完成了 你怎么能走 我 求你放过我吧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是我的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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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今天下午一点到四点 你在哪 在家 睡觉 在这之间 有没有接过什么电话 接到过孙玲的电话 你和孙玲是什么关系 没关系 那孙玲都跟你说了什么 向我道歉 说是她害死大人小云 她的报应来了 她和安晓云是怎么回事 这个女人 为了得到有钱的董卓 不惜又使晓云吸毒 晓云你来了 你今天过生日 我特地订了这家饭店 快坐 怎么吃饭还戴着墨镜 他又打你了 这个畜生 我找他去 你别去 本来我这次回来 就是想看看你过得怎么样 我根本就没想打扰你的生活 可是你看看这个畜生 是怎么对你的 小云 跟我走吧 太晚了 陈辉 我不能再回头了 一点都不晚 只要你心里还有我 我们可以从头开始 三年 很多事情都变了 我已经不是那个刻意为爱义无反顾的安晓云了 如果不是你出了事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唯利是图 爱慕虚荣的女人 不是的 你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女人 你干嘛要这么诋毁你自己 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 我为了钱可以嫁给董卓 为了钱 可以忍气吞伤 我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 如果我没有出事 我就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你就不会遭遇今天的一切 小云 跟我走吧 让我保护你 这三年来 我每天都在想你 我很想说我愿意跟你走 但是我不能 自己选的路 我硬着头皮要走完 我不能再连累你了 为什么 我说过我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 我不能没有钱 你不是这样的人 告诉我实话 我就是为了钱 只有董卓才能帮助小杰完成学业 我是一个没有用的姐姐 唯一能帮助小杰的 只有去忍耐董卓 如果连这个我都做不到 那我真的是一无是处 如果小杰知道 你为了供他读书 像现在这样生活 你觉得他会安心吗 不能告诉他 如果他知道了 我所有的忍耐都前功尽弃了 小云 小云你怎么了 小云你怎么了 我先走了 小云 你最好说实话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曾经因为斗殴 使人制裁被判了三年 我是有前科 但并不代表我会说话 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本集的法律问题 董卓在酗酒之后 对安小云进行家暴的行为 已经涉嫌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第三十三条 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孙玲 乾隆 引诱教唆安小云吸毒的行为 已经涉嫌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五十三条 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回到故事里 我们看到故事的主人公孙玲在被害之前 为了自己的利益 想要得到有钱的独卓 设计了一个拳套 用小云吸毒 最后导致他自杀 而在孙玲被害之前 我们看到孙玲经常被各种幻象所侵扰 夜夜梦魇 还找到了一位心理医生进行治疗 此时我们看到他的被害一定不是鬼 而是另有他人在提醒复仇 另外一边 我们看到安小云的前男友陈辉 回来了 曾经与一个神秘男子在酒吧会面 那么是不是如此深爱安小云的陈辉 在暗中捣鬼呢 这个神秘人又会是谁 到底是谁杀害了孙玲呢